美国统治阶级准备投资数百万美元开发另一种M2NV疫苗。 美国统治阶级在让人们注射M2NV配方方面并不会放弃。 他们现在准备投资数百万美元开发另一种M2NV疫苗, 一旦他们决定禽流感感染了足够多的人,就会推广和推动这款疫苗。 据金融时报周四报道,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Barden正在与Moderna达成协议, 为其实验性M2NV禽流感疫苗的人体试验提供资金。 这笔交易还包括在试验成功后承诺储备数百万剂疫苗。 这些实验性M2NV疫苗已经被证明对人类非常有害, 但仍然会有一些人排队注射新的材料,希望能避免感染禽流感。 Covid-19M2NV疫苗在法律上不算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HU-日内瓦的高级官员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因为他们担心在过去两年中杀死了数百万动物的H5N1疫情可能会传播给人类。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杰里米·法勒尔·Jeremy Farrar表示, 为H5N1投资M2NV疫苗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新兴疾病和人序共患病部门负责人玛丽亚·范·科霍夫则表示, 这表明美国人在积极的流行病准备方面的努力。 他补充说,H5N1最近传播到美国牲畜中是令人担忧的。 美日电讯报英国,如果统治阶级认为他们能说服人民再接受一次M2NV配方注射, 那么这次禽流感将成为下一个骗局。 他们已经在准备,说H5N1病毒其人类病例致死率为50%已经流行了20多年, 期间造成了数千人感染和400多人死亡,主要是在与动物接触的人员中。 现在判断这是否是下一个骗局还为时过早,但所有迹象都表明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已经有疫苗仓储和储备待用,暴君们过去曾表示研究表明禽流感将是下一次大流行。 当然,这些可能只是巧合。 你知道吗? 从医学和法律定义来看,M8NV COVID-19疫苗并不是真正的疫苗。 它们不能预防你感染病毒,也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 它们实际上是实验性的基因疗法。 在最近一次与分子生物学家朱迪·尼科维茨博士的采访中,我讨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虽然Moderna和Pfizer的M2NA疫苗被标记为疫苗,新闻机构和健康政策领导人也这样称呼它们。 但实际上,Pfizer和Moderna的注射剂的专利更准确地描述它们为基因疗法,而不是疫苗。 疫苗的定义,Moderna和Pfizer都没有声称它们的COVID-19疫苗符合这一标准。 事实上,在它们的临床试验中,它们明确表示不会测试免疫力。 与真正的疫苗不同,真正的疫苗使用你试图预防的疾病的抗原, 而COVID-19注射剂包含的是包裹在纳米之质再体化合物中的合成RNA片段, 其唯一目的只是减轻与S一次突蛋白相关的临床症状,而不是实际的病毒。 它们实际上并不提供免疫力,也不抑制疾病的传播。 换句话说,它们的设计目的不是让你免于感染SARS-CoV-2, 而只是减少你在感染后出现的症状。 因此,这些产品不符合法律或医学上的疫苗定义, 正如David Martin博士在上面的视频中指出的那样, 这种欺骗的法律后果是巨大的。 Zither Harp 走出的梦境被穿进了一个框, 每一天的阳光都洒在伤痛的地方, 旧色的道路被导演惊心不舍, 我却一直不知道真相的模样。 心痛爱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谁在导演我每一步的方向, 总有一天我会冲破那渡江, 寻找真实追寻自由的光芒。 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个虚构的舞台, 每个人都在演, 只有我在猜。 但我不会放弃, 哪怕坚弱茫茫, 因为自由的心, 总会找到方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听的对白都像剧本在重演, 每一个微笑背后隐藏几篇, 自然周围的一切如此完美无瑕, 但我心中那份疑惑无法磨灭。 我是来打破光光, 打破标签的人, 不再被操纵, 不再被我装, 我会找到真正的自己, 找到真正的家, 在自由的天空下, 重新张开吃烈吧, 我知道只想就在前方, 不再被囚禁, 在这虚假的天堂, 每一步都是我的选择, 每一刻, 都是我的天章。 Zither Harp 我看见天空的蓝, 那是梦中渴望的, 无限光阔的天, 没有导演, 没有剧本的原书, 只有自由的风, 但我飞翔远方, 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个石头的舞台, 每个人都在演, 只有我在猜, 但我不会放弃, 哪怕坚弱茫茫, 因为自由的心, 总会找到方向。 出门的世界, 再也无法说服我, 我将迎接, 真正的生活。 踏上自由的路, 迎接新的太阳, 在真实的世界中, 追寻梦想的光芒。 并请请不吝点赞,